身邊的人比我緊張 因為之前那個太魯閣號 那個事情的時候 那時候李懿翔那個事情 我就很氣嘛 然後我就 我們那時候會發一些電視牆什麼 就跟別人說要怎麼怎麼 我說太壞了吧 全部抓起來這種之類的 然後我在播的時候 導播啊 然後攝影 然後她說 拜託 拜託 妳不要動得太氣 妳現在懷孕 就大家反而怕我就是太生氣 在播到這種新聞的時候 可是妳的確會很生氣 因為覺得這時候媒體 要用點力量 把這些該負責任的人抓起來這樣 但是反而是身邊都很緊張說 妳放鬆心情啊 不要太緊張這樣子 對 這個很難控制 對啊 這個真的很難 但有時候遇到工作啊 家庭啊 這種兩頭燒 蠟燭兩頭燒的壓力 妳們怎麼釋放壓力啊 我釋放壓力 我就是會追劇 或者是去那個 燈光美氣增加的咖啡廳 就是休息一下一個人的時間 就是花 有一點自己獨處的時間 然後不然就追劇 就是我釋放壓力的方式 妳去咖啡廳有辦法釋放壓力 可以啊 不是應該要去賣 有一些賣酒精的地方嗎 是不是 就是我比較喜歡喝咖啡 酒精對我來說是還好 OK 他在電視上前面 當然這樣講 酒精不行 NO NO 酒精壞壞 我也是追劇 我是瘋狂 我很宅啊 我如果不上班 沒事 因為我下午 其實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 跟你下午約啊 所以我很常下午就回去 那我瘋狂追劇啊 大家知道我是追劇達人 我什麼劇都看